马股从8月开始就下跌了 昨天跌一天 今天继续下跌 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外资在流出 外资流出真的对马股影响这么大吗 8月份会不会整个月都下跌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我的栏目 今天股盘简评 我们来聊一聊外资的事情 关于外资 我们如何实时的去发现它呢 我们先看周边市场 看之前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外资数据去看一看 实际上每天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 8月份为什么指数疯狂的上涨呢 实际上你看从8月12号 除了18号跟24号外资有流出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流入的 尤其是最后你看从25号这边 流入的量是加大的是吧 所以说是加速向上的 但是从8月1号来看呢 外资是流出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如果今天流出 明天也流出就要小心了 周边市场这边呢 我们也是要看一下 欧洲是吧 出现了分化 也就只有两个国家向上 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下跌 进入8月份呢 我们说七上八下呢 不光是影响马股啊 其实对于整个全球来讲 都是有这个效应 包括昨天晚上美股呢 也是下跌了是吧 也是8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道琼斯还在向上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所以说价值回归这种事情呢 就正在发生着 然后我们再来看亚太股市 亚太股市今天也是比较差的 昨天好一点是吧 只是马股不好 今天只有塞兰卡巴伊斯坦七 其他都在下跌 跌比较多的像日本恒生 台湾是吧 跌的都比较多 然后我们看像日经啊 跌了百分之二啊 这个跌幅也挺大的 为什么8月份这么衰呢 我们说这么衰呢 对吧 七上八下这个事 真的是可以相信的哦 这个是股市里边的规则 也叫淡季和旺季的规则 那你在七月份玩股票 就会比较轻松就赚到钱了 百分可能就会差一点 那到底是其他什么时间还可以呢 想要知道吗 归付一个yes 今天你看实际上是一直震荡的 对吧 导盘也没有冲 所以跟之前的走势有本质的区别 只是接近到11点半的时候有冲 但是也没有突破这个黄线 最终还是往下走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实际这个走势啊 八月份账 七月份账太多了是吧 八月份调一下也很正常 好 你看实际上今天是低开的啊 这种情况不太妙 刚才我们说的外资数据呢 你可以用这个红柱来看是吧 实际上这个红柱呢 可以代表的是外资 你看到81号实际上 你看他是不是减少了 之前是连续一二三四五六 你看都是增加的是吧 到这个是减少 今天又减少 所以这样的情况来看呢 实际上你用这个软件是可以实时的发现这个数据减少的 而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数据呢 是你收完盘之后第二天才能知道的 所以说就有一点晚了 如果想实时知道的话 你就需要有这个红柱软件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试用这个软件的话 是吧 可以扫码回复一个HC 好吧 想试用这个软件啊 他可以及时的告诉你外资数据是不是已经减少了 能够更快的知道外资是进场还是离场 那我们就扫码回复一个HC 然后我们可以从60分钟看的更快一点 实际上你看60分钟 它的外资数据呢 也是减少的很快是吧 从11号12点就已经减少比较多了 对吧 如果说带快一点的话 比如30分钟 30分钟这边实际上 这边上涨就外资就比例没有之前高是吧 就要小心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盘面呢 比昨天还要弱 上涨266下跌457 平盘的是383 那我们从行业来看 只有两个行业是幸免的 一个是utility 一个是rease 我们说rease可以作为避险的一种品种 包括这个house care是吧 也可以作为一种避险的品种 但是避险品种最好的 也是个rease 那utility逆势向上的话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在大家都不好的时候还能好 一定是有额外的他自己进场 那一会我们又会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utility板块的外资还在流入 是吧 其他行业可能就已经趴下了 然后utility现在涨了1% 涨了一个点以上 然后如果说你打开日线一看 你发现他的外资数据 是不是还非常漂亮呢 对不对 是相当漂亮的 所以说你有了这个软体之后 你就可以真的精准的捕捉到 热点的行业 热点的股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要不然你就可能抓错骨效料吧 对不对 然后关于这个utility的话 它是属于今年以来的热点 实际上它的地点呢 是从去年就已经形成了的 对吧 这个地点 地点是2020年10月份就形成 这样到现在为止都快一年了 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买上 对吧 如果说你跟着这个外资的话 你看实际上他从这就开始介入了吧 是吧 12月2号就介入了 介入到现在一直是正仓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瑞斯 瑞斯昨天盘中涨的是不错的 但是后边又下来了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外资 是吧 但这边呢 有一点要做一个U型地 往上转的这个迹象 跟那个房地产板块也很像 construction这边呢 刚好是跌到了布林县的下轨 跌到下轨这边有一点止跌的迹象 跌了三天的话也容易止跌 你看跌之前的话 实际上外资就一直在减少了 这就是要注意了的 Energy这边呢是昨天又冲高回落了是吧 是没有突破这个上轨的 外资这边也没有再增加了 所以是开始震荡了 Property这边呢也是开始震荡了 你发现他不起的原因也是因为外资开始减少了是吧 而且这边也出现金差了 这边起的过程当中就是外资不断增仓的过程 对吧 实际上从这个地方开始 股价虽然还在涨 但是说他的资金已经开始跑路了 我们就应该要小心的 现在是还在中轨线以上 还是可以的啊 一旦跌破中轨的话就要跌大的了是吧 就要小心了啊 下边的MACD指标也是拐头往下了 今天也是第一天出现红柱 Haskier呢 经过四天的上涨之后呢 先调一下 调一下就调一下吧 盘中是有拉升啊 但是最终 临近到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差水的感觉 是吧 当然呢 四天调整下来呢 如果不破中轨线是没有问题的 下边的MACD指标呢 还是在零轴线以上 今天的外资率有减少 电信就是一直比较差了 对吧 电信这个情况就不太好 然后我们看 这个MACD指标 虽然上了零轴是吧 但是说没有在持续向上 反而变弱了 如果从六彩油龙指标来看呢 实际上是没有外资介入的 对吧 Frontation的话 是跌破了零轴 跌破了中轨线 那我们还可以画一个降到上昂趋势线 是吧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附近 然后从外资角度来看 你发现最近也一直在减少 是吧 MACD指标呢 也是有出现下跌 近四叉是吧 这种情况 Consumer近跌比较多 一般情况下 触及到上轨不过的话 就容易往下走 是吧 这个是引领马骨下跌的一个力量 是不是 然后从MAC指标来看也是快死差了 跌破这个主线啊 这个外资大量增 大量减仓这个位置是吧 就要注意了 实际上这边它也形成了一种顶背离 国家继续向上 但是这个MAC指标呢 就是已经 低点低点降低了 是吧 这种就要小心 一旦死差 一旦大资金减少 就应该 卖出是吧 然后跌破中轨线 那基本上就上去是结束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Tenology 这个也是比较差的 然后你看实际上外资 从这就开始捡捡捡 一直在捡是吧 今天捡的比较多 四叉是在这边出现的 但是如果是你看这个软件的话 实际上是更快的 Transposition的话也调整了 调整比较多一下 这种情况呢 说明是一个问题 这个Transposition的话 也是到前期高点没有过到 是吧 最主要的还是没有外资 然后Industry今天也跌了 然后也是连续两天 外资有流出 然后MAC指标也快死差了 所以这个也要小心一下 看完板块 我们来看个股 个股今天就比较差一点 上升超过18仙的股票 只有8只 对吧 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 下跌超过18仙的 已经是16只了 是翻倍的 所以今天空方力量 是异常强大的 5259 今天是他起了 但是起的起的不多 起的比较多 但是说下面外资比较少 是吧 而且是刚好出一道上轨了 所以说也可能就是个一致游 是吧 然后你画一个图 你发现他刚好到这里位了 是吧 过不了那也就结束了 过得了就还可以 作为今天来讲 应该是又是回到小股上了 上一个月炒的是那些蓝筹 或者大股 是吧 本月开始可能要炒小股 你看这个YTL power是吧 实际上涨很多 对吧 他就是UTILITY里边主要拉升指数的就是他了 肯定是有利好的 这个不用想 对吧 据说是那个马兴高铁跟他有关系 是吧 他最有可能中标的就是他了 零一八六 这个是PARAC PARAC TRENDATE 这个是安华那边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霹雳霹雳方向 对吧 但是因为短期呢是没有突破这个平台的 所以说也是注意一下 突破这个平台才可能起大的行情 这是Construction方面的 他调了两天容易起来 是吧 这边是调两天 然后如果说我们接住这个布林线呢 他就是到中轨线附近 然后看这种 他属于一个大双底是吧 然后这个零二七 还是很牛 牛到不清不楚 外资比例还是很大的 你看为什么一直起 是因为外资比例特别多 是不是 V48今天开始起了 前面跌的比较多 终于在跌破中轨 今天有鬼升上来 对吧 YTL COP 这个是个YTL POW是一家的 对吧 他是有拿到马仙高铁 中标的概率是最高的一家 媒体分析的 通过外资的这个态度来看 也是的是吧 都是已经在开始 云集在这边了 大肆已经云集在这两只股票里面了 有气的不是说所有都不行 有些还是可以的 比如像这个乌兹马的话 它是实际上是外资比例还在增加的 对吧 今天还创了这个计算性的新高 但是他触及到 不离线上轨之后呢 也是要小心一下 不离线上轨的话 短线是阻力 这个是房地产的 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图形形态 是吧 做得非常好 外资比例也很高 所以你要想知道 外资到底是进入到什么股票里的 实际上有这个软件 你可以实时的知道 对吧 外资登上第一天 你就能知道 每天去复盘 每天去找外资进场的股票 那你赚钱就会比较容易哦 好吧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啊 关于8月份的事情呢 实际上 今天晚上呢 会有一个内容 也就是关于 8月份行情展望的 8月份我们应该怎么投资 是应该投资蓝筹 还是中小盘的 热点到底是什么 是吧 8月份有三大投资主线 7月份翻身行情很火爆 是吧 超约7 7上了 8月会下吗 8月下电视 捞几个机会 还是说你需要先逃命 对吧 我想要听今天晚上 8点课程的扫码 回复一下8 好吧 今天晚上 8点不见不散 8点课程的扫码